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去吧 我该去做饭了 我 去吧 你二爷爷等你呢 没事 星儿来了 二爷爷 星儿 二奶奶跟你说亲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吧 我知道 你怎么看 我 我听二奶奶的 那好 二奶奶的意思是 成家的事情 过两年再说吧 为什么 星儿 你想想 你现在年纪也不大 而且家里面弟弟们都还小 他们需要你照顾 对啊 我成家以后 就能更好地照顾他们了 二奶奶也说要先成家再立业 先成家再立业 前期条件是你已经做好了准备 要对一个家庭负责 这是很重要的 我准备好 二爷爷 依我看呢 再等等吧 孩子 你现在还不够成熟 我怎么不成熟了 你能问出这句话 就证明你还不成熟 那我 我 我总不能把成熟写在脸上吧 成熟就是写在你脸上的 星儿 等你真的长大了 你会明白的 一定要一脸的皱纹才算成熟啊 行了 我这也是按照你爹的医院办事 你爹走之前特意交代过 一定要等你成熟以后才让你成家 你们大人说话不算数 言而无信 一个人若要讲求信仪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笑 如果一个连孝心都没有的人跟你讲信仪 你能相信他吗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做 星儿啊 你很聪明 但不要让聪明害了你 成家的事情 过两年再说吧 行了 我这也是按照你爹的医院办事 什么事啊 星儿 是不是你去二爷爷那里告得状 告状 是不是你跟二爷爷说的 我现在还不能成家 哦 星儿 你听娘说 你凭什么关我的事 娘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你爹 你别一有什么事 就把我爹抬出来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知道我想什么了 告诉你 以后你少管我的事 听到没有 哥 你干什么 哥 你长什么 娘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你给娘长长什么 我 我 翊儿 等你大哥来了一起吃 娘 我哥他不见了 什么 陈兴这孩子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呢 等找找再说吧 沐江啊 你还是坐着等吧 着急也没用 娘 怎么样 没找着 二叔 这 星儿如果出点什么事 我怎么跟文静交代呀 沐江 我看哪 你们先回去休息 等明天星儿要是还没回来 咱们再想办法 唉 我现在最后一天 奉心不下的就是星儿 都是因为你 我才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 二叔 这么等下去 我心里着急 万一星儿他 二叔 我想抽去找 娘 您走了 弟弟们怎么办 让我去吧 王儿 你不能去 在家里好好照顾弟弟 木匠啊 你都不知道他去哪了 怎么找啊 二婶 我必须去找 就算我在家里 我这心里也 木匠啊 你就放心去吧 家里有我们呢 二叔 二婶 孩子们就拜托你们了 你放心吧 他们都挺听话的 木匠 如果有什么事 赶紧回来 还有我们呢 我知道 我知道 您来一会儿吧 馒头 刚出锅的馒头 老板 这馒头多少钱一个 两文钱一个 你来几个呀 小伙子 大叔 三文钱 能买两个吗 两文钱一个 您尝尝 您尝尝这个 嘿嘿嘿 给 老板 您醒醒好啊 我们逃难来此 一边去 别挡我的买卖 这孩子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您就发发善心吧 脏兮兮的 赶紧走开 光天花日 居然抢劫 老板 对不住了 这孩子实在是饿坏了 对不住您了 满头还您 谁要你碰我的脏馒头 走 跟我上官府平里去 等一下 他吃了你半个馒头 对不对 是啊 你也看见了 什么意思啊 那 给你半个馒头的钱 没错吧 行了 两清 小朋友 以后可不能再拿别人的东西了 谢谢您了 小婆子 不对 他吃了我半个馒头 就应该付给我一个馒头的钱 你这个人 怎么不讲理啊 哼 道理在官府呢 走 跟我去官府 嘿 老板老板 您就行行好吧 别耐用他们了 怎么样 我行行好 谁对我行好啊 我呀 你 你怎么对我好 您只要不为难他们 我就不为难你 公天化日的 你想怎么样 走 进官府再说 兄弟们 开发了 还我的馒头 谢谢你年轻人 你们还待在这等什么呢 老爷爷 这馒头给你们的 你们赶紧撤吧 哦 谢谢 跟我走 到家了 坐吧 一坐呀 这是我家 你想哪儿去啊 我去哪儿你管不着 呦 脾气挺大的呀 今天要不是我出手相救 你早就进官府了 谢谢了 我看你也无家可归是吧 李家出走 不是 我是被后母赶出来的 哦 那你就别走了 天黑的你能上哪儿去呢 嗨 我这挺好的 至少能挡风欲寒 来吧 给我挤一挤 吃吧 你不饿吗 那个馒头 是你偷来的 我那是救你们 顺带拿的 你可以不拿那几个馒头的 不 哎 行了 行行行 补车拿倒 你有本事 不吃接来之食 我看 你明天怎么过 明天我去干活 能养活自己 你上哪儿去呀 上活干 等等我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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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住店呢 还是吃饭呢 我 我 您这里 需要伙计吗 我什么都能干 能喂马 扫地 端盘子 打住 打住 出去吧 老板 我真的什么都能干的 哎呀 你走吧 没看见我这冷冷清清的 这年头买卖不好做 我还养活着闲人干嘛 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上哪儿去啊 继续找 你不会是想进去试试吧 正有此意 别去 这家米饭的老板 很刻薄的 不怕 他还能把我吃了 你好 打听一下 你们这儿还招伙计吗 不招了 伙计够用了 谁说不招了 小伙子 让我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好嘞 我听您的吩咐 好 那你把门口的米搬进仓库就行了 好 没问题 怎么 找你当伙计了 没呢 等我露了两手 你搬米干嘛 老板想看看我的本事 他是骗你 他是骗你白干活的 胡说 他是让我试试 能不能干活 听我的 没错 你 我听门口的 老板 怎么样 挺好 那我可以在您这儿干活了 可以啊 那我能在店里吃住吗 不能 那我一个月能有多少工钱 工钱没有 为什么 我干活了应该有工钱啊 是你要在这儿干活的 又不是我请你干活的 那刚才 刚才也是你自愿干的呀 可是 行了 走吧 算了 走吧 快点 真气人 他那不是欺负人吗 先喝点水吧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那个老板的尖酸可薄是全程出了名的 可你就是不听 非要去 吃吧 这是别人给我的 不是偷的 我不是那种通东西的人 昨天是因为救你们顺带着我就 我昨天做错了行吗 这个窝头是别人给的 真的 吃吧 你也吃点吧 我吃过了 行了 你别骗我了 我明天还要去找工作 你跟我一道去 你跟我一道去吧 行 谁啊 小四 你收了一个弟兄也不跟我说说 他不是 不是什么 我盯你们半天了 你讨来的饭他也吃了 你的房子他也住了 那他就是你的弟兄了 对 他把我当成兄弟 我也一样 你别说话 那就好 既然你出来一乍到 规矩总该明白吧 什么规矩 他不是乞丐 你别说话 这片归我管 你要在这片吃饭 就要经过我的同意 懂吗 你凭什么 凭他们 大哥 大哥大哥 别这样 闭嘴 你今天给他吃饭 多了一个人吃饭 你就要多交一份给我 懂吗 这是你的吗 是我的 挺好的 你要干嘛 你还给我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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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以后要懂 懂 你 老大 你慢走啊 你为什么让他把衣服抢走 算了 咱们如果不依着 明天就会被别人赶出去的 出去就出去 有什么了不起的 可是 可是咱们能去哪儿呢 等我们找到活干 攒够了钱就走 您快请进 您快请进 您是住店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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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